228 頭條日報 深圳居民優留駕新界人批交通差中港甲擊邊境伴眾成 2015年7月15日港民 皮44超級伴眾政府計劃在全港各區設骨灰坑牆,處處碰壁 最後選擇中港邊界的沙嶺大搞超級伴眾成,以為反對性不多 不料夜來深圳居民激烈反對,打鼓嶺鄉市會翼第九五百封反對書 指明若交通配套沒有解決,決不讓步 中港甲擊下,殯狀城大計仍然步步為艱 香港堪委嚴重短缺,政府建議在沙嶺興建習賓儀館 火葬牆,骨灰坑的超級殯狀城,遭到深圳羅湖村的居民大力反對 擔心影響樓價及原可商業發展,更揚然要來講抗議 原來本港賓議業界亦不看好殯狀城,認為計劃行不通 區區骨灰坑恐胎死腹中經營殯狀業中介服務的深福有限公司總裁陳家虎 指政府早前推銷區區骨灰坑,但今年累月的討論後 一直未能成事,轉到在沙嶺興建超級殯狀城,似乎空有成竹 但其實業界反對聲音不少,他以交通為例 沙嶺與本港七家殯儀館的距離街縣 現在已有很多人嚴粉嶺和合石縣,勝在交通流暢 但沙嶺在邊境禁區,日後交通如何安排? 臉上運輸如何處理? 春秋二制人流怎解決? 政府一直未有諮詢,很多行家一頭霧水 陳認為,若政府有意在沙嶺開設第八家殯儀館 應付北區居民需求,無可厚非 但涉及殯眾行業大千載 相信一眾行家未必肯就範,尤其從事殯儀業數十年的老行專 一定反對,他們不想離開紅磡 要他們到沙嶺重新起家,阻力會很大 複雜殯儀館主席袁月傅亦認為沙嶺為之偏僻 交通配套未完善,暫無意投標經營 除非政府統一業計,把香港、九龍的殯儀館都遷到沙嶺 生意才有得做 他解釋,現時再紅磡複雜殯儀館租堂 最低消費八千元,沙嶺路途遙遠 只能收五、六千元,業界投資數千萬做開荒牛 不知何年才能回本 長生電網容許分租提供長生電服務的聯福城 殯儀公司老闆潘耀才 則認為香港可見骨灰坎,及殯儀館地方不足,業界出現壟斷 超級殯儀城的出現是好事 但不少長生電都注視政府會預留多少殯儀城空間給長生電租用 建議營運模式應類似現時殯儀館,開放靈同設施讓長生電租用 否則長生電業界都會反對,殯儀業商會永遠會長吳耀潘透露 近月政府派出工程師和則師與七家殯儀館和殯儀業商會開會 光過W級殯儀城的設計,他們詢問業界殯儀館需要的空間、間隔、車位數量等 雖然政府打算超級殯儀城五年後落成,但亦向業界透露殯儀館和火葬場最少要再等多十年 即然至2025年才有望員工 地圖創刀は在我身亡部位置這個圖創刀找不到